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 2022年 3月8日 今天是星期二 我們今天星期二就是 下午直播節目 大家留意了 到了星期三 隔天 星期一 昨天 晚上就做了直播 所以直播會隔天繼續做 我們繼續跟大家 平時 恆常的節目 繼續講香港的時事 昨天7日直播的 流暢度不夠高 因為我們這個 這次和第一日直播就不一樣了 所以 編排 哪個時段 講甚麼話題 編排就做得不太好 我們接下來星期三就會再嘗試 小善一下 這節要跟大家說的是 香港警察繼續揚威國際 雖然真的沒有去到國際層面 但是 他們 又立大功了 又破大案了 破甚麼大案呢 令人 匪夷所思 整個案件 驚天動地 驚天地一鬼神 整個嚴重的案件 在一個籃球場上發生 犯案的人窮兇極惡 打籃球的 到底發生甚麼事呢 竟然就是 幾個警察 一起動手 在一個籃球場上 將一個他們聲稱犯法的人 用 暴力 用暴力 將他制服 將他制服按在地上也不僅僅 竟然就演變成為 巴西遊術 又或者是遊道的地戰 到底搞甚麼事呢 有甚麼大案件呢 現在 香港 今時今日這樣的時勢 有甚麼重大的案件 要那麼多便衣警察去破案呢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留意新的支持六部曲 舊支持六部曲繼續做 我們現在繼續受到很強烈的黃標困擾 有大量的節目都是不能賣廣告的 現在星期二日報就直接不給了廣告 所以我們轉用主頻道廣播 主頻道反而是一部份的節目能夠賣廣告 所以請大家繼續幫我們 支持六部曲 節目按like 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通擊五毛 通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三個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大家繼續幫我們欣賞廣告 繼續在那些有廣告的節目那裏 欣賞 繼續點擊 還有繼續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幫我們播放 也希望大家 支持一下我們的Patreon 也可以支持一下我們的直播節目 回來研究發生甚麼事 話說 整件事情 這宗嚴重的案件 轟天大案 在籃球場發生 在籃球場有甚麼事可以發生呢 在籃球場 在籃球場 除了打球 就沒有其他事情了 打球和打人 是隨便一樣的 打球就是 初初就是打球 後來就變成打人 打人的人 是出來指控人家打球的人 香港真的越來越匪夷所思 到底搞甚麼 香港有甚麼案件那麼重大 那些會不會是國安來的呢 現在的香港警察 完全不知道在做甚麼 這件事其實就是非常簡單 本身 就是 有年輕人 十五歲 幾個年輕人 幾個年輕人 落籃球場打籃球 打籃球 惹來 逃人或鄰居不滿 說他們 疑似違反限聚令 於是 就有三個 穿著牛仔褲 好像黑社會那樣的古惑仔 原來是便衣警察來的 但是看起來 真的好像 以為是 古惑仔的電影 籃球場有人撲出來說 這個籃球場不讓籃球啊 真的以為是 古惑仔的橋段 所以 年輕人會反抗是正常的 不知道是甚麼事 黑社會來的 一過來就 粗口問候人家的媽媽 粗口問候人家的家人 只是打籃球而已 黑社會嗎 真的不知道會不會是古惑仔的劇情 大家不記得了 在足球場上踢球 然後有古惑仔就被球省中 然後就跟他說 你的球在踢我啊 大家記不記得下一句對白呢 下一句對白就是 我的球沒腳 怎麼踢你啊 不知道他們是不是發生了相同的口角了 說你的籃球打到我啊 我的籃球沒手啊 他怎麼打你啊 於是 雙方就動手了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事情其實很簡單 黃先生一家就是幾個兒子 下去籃球場打籃球 大兒子 15歲 細兒子 13歲 另一個就不知道多少了 打一下籃球就發生了一個小問題 不知道大家這裡有沒有打籃球 打籃球 香港的籃球架 由於那個質量問題 是那麼有機會 籃球球把我們世說了 將地球堵落在那個 籃板era 跟籃框之間 其實 jewigo excel 黃先生 兩個兒子就是發生了這個情況 打籃球 把球堵落在籃球框 和籃球板 之間 於是 就要想辦法拿別人的球 把籃球撞下來 把球撞下來的時候 就好像在射籃 跟射籃的情況沒有大分別 於是 說時遲 那時快 正當兩個年輕人在打籃球的時候 竟然有三個便衣從後撲出 粗口問候 兩個年輕人 什麼事 打籃球而已 打籃球打到 被人粗口問候 叫他不要打籃球 跟古惑仔的電影有什麼分別呢 結果 本來 你叫人不要打籃球就不打了 但是球還沒拿回 球還沒拿回 你叫他走 即是叫球不要 會被賊仔拿走 於是 兩個年輕人就繼續射球 要拿球下來為止 接著 這三個失控的警察 就開始情緒失控了 接著 過去先動手打人 一手推到年輕人的 胸口 年輕人15歲 不甘心 被警察暴力襲擊 於是就撐回 好了 那麼 三個大男人 把一個 15歲的兒子按下地下 很明顯其中一個 死警察 就在運用這個尤道的技巧 把這個年輕人按下地下 不斷把他按住在地上 跟這個尤道的寢技是一樣的 當中還不斷抓著 15歲的年輕人的手 在做一些 鎖碗的動作 另一個警察就站著打電話 另一個就按住年輕人對腳 簡單來說 三對一的情況 竟然也是搞到這樣 畫面看到年輕人不停在掙扎 不停在動 有路過的街坊也看不過眼了 在現場就看著 就叫他們 你們很停手了 你們不需要做到這樣 但是這幾個 失控的警察 又是失控的警察 明明是一件小事 又不是甚麼大案 再一次問 香港 那個 抗疫 醫護人手不足 但是警察就很有空 專門去管人家打籃球 打籃球 這次怎麼傳播 我當你真的違反限聚令 打籃球 你猜是否能上去 打程地鐵呢 用常識想也知道 一個空曠的地方 射一下籃球 有多危險呢 現在竟然 這樣的情況也要動用 三個便衣警察 跑去 就是把年輕人按下地 證明 香港警察 是太多湧原 跟早前的報導不相同 有3000個警務人員確診 又說人手不足 我看你 人手 好像過盛 事件再一次看到香港的荒謬 有正經事沒有人做 巴士司機不夠 大量的人確診 醫護人手不足 香港又說醫療人員也不夠 但是有遊手好閒的警察 就去籃球場 就是去打那些 打球的年輕人 你到底在做甚麼呢 他們的行為 彷彿 就好像想告訴全香港人 我們還是 徹頭徹尾的死黑警 我們 完全不會因為 武漢肺炎的來臨 改變我們的身份 正好就是 Remind香港人 他們的行為 就是這麼惡劣 這些就是 哈哈伯伯的 古惑仔 有排爛仔 就是叫做 香港黑警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說到這裡 看到啦